在原平核战的时代,日本同时有两套损无铠甲 只要武田的家都像玉琦跟损无发誓的话,任谁都不能出言反对 损无铠甲跟明刀中山左文字原本应该是武田信玄的官方装备 こんばんわ,我是战国导游岳翔兵长,欢迎来到岳翔的战国前度旅行 今天是虎年的第一集,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晚年 祝各位战友,财运亨通,事业虎虎生风 今天让我们谈个虎年的应景话题 甲匪之虎,武田信玄的家传铠甲,损无 其实这一套铠甲,在大和剧《连昌殿的十三人》跟里面的人物有关 它也差点跟明刀中山左文字成为武田信玄的官方配备 今天就让岳翔兵长来为各位介绍传说中的铠甲损无吧 笋无铠甲,是甲匪之虎武田信玄家传的铠甲 目前被日本的政府认定为国宝 可以说是日本铠甲界里面的巨星 传说元氏有八套家传的铠甲,称为元氏巴领 分别是元太产衣,笋无,巴龙,柏金,西丸,折蟹,月蜀,日蜀这八套铠甲 其中又以元太产衣跟笋无这两套铠甲最有名 元太产衣,它是元氏武士栋梁的敌掌子 在元服仪式中所使用的专用铠甲 笋无是非常坚固的铠甲 传说它具有全方位防剑的神力 因此被称为笋无 也就是防御力高到不需要使用盾牌的意思 所以也有人写成笋无 在元氏巴领这八套铠甲里面 就属元太产衣跟笋无最有名 难怪在光荣特库膜的人亡二 这两套铠甲都有出场 要谈甲匪之虎,武田信玄家传宝甲笋无之前 必须先追溯到元奈朝的时代开始说起 在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元奈朝的父亲发动了贫治之乱 想要打倒平清圣来夺取权力 元奈朝的父亲元义朝 他当时身穿防御力最高的笋无 年仅十二岁的元奈朝 则穿笛长子专属的元太产衣铠甲 但是元奈朝跟父亲在战场上输给了平清圣 在逃亡的途中 他们只能放弃这两套华丽的重型铠甲 毕竟平安时代的大铠 重量大概在二十五公斤到三十公斤左右 穿着这么沉重的铠甲 根本没有办法逃亡 元奈朝他所穿的元太产衣 从此不知去向 元奈朝的父亲他所穿的笋无 传说被丢在雪地当中 后来被贾飞武田家的当主的儿子给捡回来 这个贾飞武田家的当主 也就是连昌殿的十三人里面 八岛之人他所饰演的武田信义 讲到元平和战 一般人大概会认为元奈朝他是一呼百诺的元氏栋梁 但是除了元奈朝之外 还有两个人他们也自称元氏栋梁 一个就是贾飞的武田信义 另一个则是信农的穆贞义重 元奈朝、武田信义、穆贞义重 他们三个人都是元氏的同中一族 他们一边对抗平清圣 一边进行同门内斗 未来有机会我们再来向大家介绍元平和战的历史 元奈朝创立连昌幕府之后 武田信义归顺在元奈朝的麾下 他的家族世袭贾飞守护 没错 武田信义他就是贾飞武田家的第一代家都 我们所知道的贾飞之虎武田信玄就是他的子孙 过了350多年到了战国时代 对贾飞武田家来说 损物他已经不只是一套铠甲 也不只是一件家传的宝物 而是武田家正统当主才有资格拥有继承 具有神力的神器 为什么一套铠甲能够从家宝升格为神器呢 这个可以从信仰跟政治两方面来分析 根据贾阳军舰末书的记载 贾飞武田家在士丁时代曾经一度没落 蜀武铠甲曾经被家臣给夺走了 相传那个家臣穿着蜀武铠甲上战场 竟然被刘剑射穿身体而死 事后武田家的当主夺回了蜀武铠甲 他穿上蜀武 同时命两个家臣向他拉弓射剑 这时候蜀武铠甲又恢复了神力 成功挡下两个家臣射出的箭矢 因此人们认为蜀武铠甲 只会保佑正统的武田家当主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家臣放水啦 在日本长野县的深岛主岛神社 留着武田家臣所留下来的士书 他们除了向日本全国神明八番大菩萨发誓之外 他们还写下 如果违背誓言的话会受到损无的惩罚 从政治的方面来看 损无它是武田家用来彰显身份的象征 在平安时代的初期 元氏的武士得到天皇赏识 玉琦跟损无 后来元氏武士分家 长男继承了元氏动粮的地位 三男则继承了天皇似语的玉琦损无 元赖朝他就是那个长男的子孙 武田姓义跟武田姓玄则是三男的子孙 所以在大和剧连昌殿的十三人里面 继承了玉琦损无的武田姓义 觉得自己有资格跟元赖朝争取元氏动粮的地位 听到这里应该会有人觉得不对劲吧 前一段才说元赖朝的父亲把损无铠甲丢在雪地里面 被武田家给捡走了 现在怎么又说损无铠甲是武田家的家传之宝 这样不是互相矛盾吗? 其实很多刀剑跟铠甲都有共通称号的问题 根据考据 平安时代最少有两副铠甲都叫做损无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贾飞武田家一脉相传的铠甲 这套铠甲在西元1952年被认定为国宝 名称为小鹰维威铠 都大秀妇 所谓的小鹰维是铠甲的边绳的染色方法 这个是使用蓝色的染料在白色的边绳上面染出像是樱花花瓣的斑点 不过根据现代考据 这套铠甲可能是使用更繁复的做工 它是把染好樱花色的小鹰维 另外再用植物染料染上黄色 这样就能让原本白色的边绳变成黄色 原本蓝色的花瓣则浅浅带有绿色 所以也有人称笋无铠甲为小鹰维黄返威铠 另一套笋无铠甲就是原赖草的老爸丢在雪地里面的铠甲 传说这一套铠甲所使用的是黑色的边绳 所以如果用宝可梦的概念来说的话 应该可以称为是色围版笋无吧 理解了笋无铠甲跟武田家的关系之后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笋无跟武田信玄 武田圣赖的关系吧 在甲阳军舰里面有一段很有趣的记录 年仅13岁的武田信玄 他非常想要他老爸武田信虎的爱马鬼鹿毛 传说武田信虎不耐烦地打发武田信玄说 卖岔啦 等到你原浮之后 我就会把家传的玉琪、笋无 还有明刀佐文字 这一些家宝都交给你 没想到少年信玄 既然向自己的老爸顶嘴说 等我当上家都之后就会给我家宝 我现在就想要鬼鹿毛嘛 这就好像是富二代跟自己的老爸呛瞎说 反正家产迟早都是我的 我现在就要老爸那台法拉利 很难想象甲匪之虎 武田信玄竟然会有这么中恶又轻浮的举动 兵长认为这可能是后人虚构的桥段 用来铺成日后武田信玄放逐武田信虎的这一段故事 话说回来 这个传说除了武田家传的玉琪跟笋无铠甲之外 还有明刀中山佐文字 如果武田信虎没有把中山佐文字 送给自己的女婿金串义员的话 笋无跟中山佐文字 应该就会成为武田信玄的官配套装 而不是成为支田信长的专用武器吧 在武田信玄21岁那一年 他放逐了自己的老爸武田信虎 成为甲匪武田家的家都 正式继承了家传的玉琪跟笋无铠甲 武田信玄把具有神力的笋无 供奉在东北方的尖田天神社 希望借由笋无宝铠的神力 来镇守东北方的鬼门 从这一点来看 笋无他并不是一直都摆在武田家的组成里面 而是当武田家有大事的时候 才会请出来供奉作证的神器 关于武田家的玉琪跟笋无 最有名的传说 就是只要武田的家都 向玉琪跟笋无发誓的话 家臣就不能再出言反对了 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在长小之战开战之前 武田圣赖向玉琪跟笋无发誓 决定要攻打芝田信长 传说武田三明成没办法再出言反驳 只好喝闷酒感慨武田家就要灭亡了 老实说 兵长认为这个传说是后人编造来黑武田圣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与其说武田圣赖不顾家臣反对 刚必自用 一意孤行 兵长比较认同 武田圣赖是跟家臣取得共事之后 向玉琪跟笋无宣誓自己要出战的决心 希望得到神明的保佑 可惜啊 武田圣赖他在长小之战打了败仗 七年之后 芝田信长正式发兵 攻入甲匪歼灭武田 在武田灭亡之前 传说武田圣赖让自己的儿子武田信圣 穿上了笋无铠甲举办圆服仪式 不过武田信圣这时候其实他已经16岁了 从目前所知的资料来看 他应该是已经举办过圆服仪式了 这应该是因为当地百姓 同情武田圣赖父子 才会留下这样的传说吧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相传武田圣赖最后把笋无铠甲交给家臣 命令家臣把笋无埋在寺庙的大树底下 后来德川家康命人把铠甲挖出来 重新供奉在坚田天神社 到了江户时代 甚至发生了笋无铠甲被偷的窃案 这时候的笋无铠甲 已经是超过600多年的古董了 虽然铠甲被顺利找回来 但是铠甲跟铠甲上面的鞭绳 都已经破损不堪了 幕府命令工匠重新修补这一套具有神力的铠甲 并且重制了一套复制品 供奉在现在福岛县的鹿岛神社 所以讲到武田家家传的笋无铠甲 本尊现在仍然供奉在坚田天神社 另外在福岛县则收藏了江户时代 幕府命人制作的复制品 现在在山梨县的博物馆 还有武田神社 则收藏了现代的复制品 除了今天向大家介绍的笋无源泰产衣之外 你还想知道哪一套铠甲的传说呢? 欢迎留言给岳翔兵长哦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岳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周再见咯